俄军坦克被炸得直离破碎 不远处还有阵亡的官兵 乌克兰公布最新影像 到处都是交战的痕迹 尤其这顶防毒面具 让外界质疑 左攻不下的俄军 是不是要开始动用毒气 就连白宫也警告 俄罗斯可能又想重蹈 叙利亚内战时的手段 利用为其行动 好让自己可以对乌克兰 进行生化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也示警俄罗斯 如果敢用生化武器会付出代价 但现在要担心俄罗斯的 不只有使用生化武器 还有这个问题 透过社群各种传播 管道不断宣传 对俄罗斯有利的假消息 要营造俄罗斯 没有入侵乌克兰的假象 不只积极大外宣 还洗脑自己人 很多俄罗斯人都以为是乌克兰 挑起战火 这样的讯息在俄罗斯广为流传 因此支持俄罗斯所谓的反击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更曾说 有超过七神的俄罗斯民众 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乌克兰议员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抗俄罗斯地面战之余 还得防范来自俄罗斯的资讯攻击 因为假消息的恐怖程度 不亚于神话武器 TVB新闻程序尾佳琪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